現在再玩一個是Log and Analyze 其實就是一些文字的Log可以做一些Logic 貼上這個 等它撥起先 無痕無息 然後Copy密碼 貼上去 接著就換屏幕 接著先打開Countsale 每次都要 打開Countsale 我們先確認一下Login有沒有問題 跳一跳下去 無法填 手拳 OK 看到SteelDunna Card 看看Project有沒有設定錯 沒有設定錯 簡中會錯 接著就 先打開API 因為GOOGLE CLOUD是Enable API 只要用什麼API就打開 用Count Build、Count One、Count Build、Count Provider 接著是Clone Project 開了很小的Node.js Project 接著可以打開Editor 接著可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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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需要 即是有技巧 就打開Cookie 就打開 現在它就 很聰明 因為只有一個Folder 這樣就這樣 接著可以打開 接著可以打開 看Index 之前都見過了 沒有特別的事情 因為其實內陸 它都玩這個 應用程式去炸 即是有些Random Error 可以做Profile 可以設定好 一些Context 和Requirements 即是沒有東西 JSLoad 就Require Require 就搞定了 其實之後 就玩這些API Lock Score 玩這些API 要Error 爆Error 要Random Error 就這樣 就這樣 我們就看了 接著就見到 就看Random Error 最重要 Random Error 就是1000個Request 就是一個爆Error 因為這個功能是不存在的 是不能打開的 接著有一個Rebuild.Sell 有一個Rebuild 看看Rebuild.Sales 其實你看看這個Command 其實沒有 靠Build 靠Build 它用現在的Project Depoint 靠1 我們就先弄一弄這個Script 看見 就叫做LookAt 之後就弄它 就sell它 等到sell 開到這裡 按一下 按一下 然後它就會 就製造一製造 然後就會 Depoint 等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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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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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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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就可以了 這裡 最重要是URL 因為我們要這個連結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開啟它 然後在旁邊 貼上去玩玩 接著我們要回到Domain 那你記得URL 就不用 因為COOL 就不用HTPS 等一會兒 你應該就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不是S 應該都給過 你看看 它Suppose 應該是兩個報告都給過 對 所以OK 那我們就 搞定了這裡 搞定了這裡 先 接回accounts 然後 點擊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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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設定了URL 有問題 設定錯了 不要這片 可以嗎 設定錯了 沒問題 可以蓋上去 可以蓋上去 再來一個 那Echo出來看看 沒有問題 沒有check pit 然後就可以炸它 我們就用這個script去炸它 那這個一貼下去 就不斷地砍它 應該有些東西看的 但好像怪怪地 先說到C 先說到C 你敢蓋它 應該也會有些東西看的 因為是Random Error 我先檢查一下 因為如果你看看 Source Code 那Random Error 應該會 Send Wordat this time Wordat this time 這裡 如果我Random Error 就試這條Path 這次是可以的 有些奇怪的東西發生 讓我先研究一下 因為這裡 這樣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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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 Dukeo True 嗯... 先看多次 Place here URL Place here Variable 定義了它 Bad 先看清楚 Path是否True 先看路徑 這裡 Domain App Random Error 先看看 URL 斜別 Kuron 不用打HTTP 我記得是 有什麼古怪怪的呢 不知道有什麼古怪的 不如我再試一次 沒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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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應該收到 Kuron 應該會載出來 然後睡一秒 應該會有這樣的東西 才對的 但不管了 可能 我昨天改了 沒有編出來 只拍了Enter 應該不是這樣的 再試一次 它現在不停下 應該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試一下 按Kuron 這個 看看會怎樣 你看看 你沒有 它是Command 來的 Copy 然後貼下來 看看會怎樣 Kuron了一次 但如果我這麼粗 應該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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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讓你這樣走 這樣就時間到 因為其實不用下報告 我看到 要下報告 你看到有月落報告 但我改過Scribble 真的不太正常 因為HTTP 它過不了 你真的看到它過不了 那你改過答案 那你這樣就應該會 按大個loop OK 那我再按Kuron 因為剛才不正常 那這樣就正常了 那應該呢 一千東西就一個error 一千東西一個error 那我去砰它 那我夠了一點 因為其實 它不走HTPS 它不給過 好 那我改改它 就 去Logging 那 等一下找Logging 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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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Log Explorer 那你有很多Log的 因為你正常Log 這些都會幫不出來 因為其實你要看一下 Source Code 你就會看到有些 Console.log 那Console.log 就會去Output 上去Standard Output 因為這個時候是Standard Out Standard Error 即是Output 位 那你又閉嘴了它 那你現在對 你整個Project裡面 什麼鬼東西的Logging 都放在這裡 就是一個連鎖缸 那樣的 那我下了Log Explorer 你會看到這樣 你會看到 其實我會看到 上方方方方方的 那我她就幫你 就應該先有個 看看 然後我想選擇 Resource 這個 KO1 的Revision KKO1 的Revision 之後 就應該可以 Filter 我連到KKO1 然後再上 我們就 然後找HaloLogin SurfaceName HaloLogin CalvinRevision HaloLogin 有幾個位置 ConfigurationSection SurfaceSection 我想應該先按這個 好,其實是200的Request 200是正常的,沒有Error 看看CalSell 暫時有一次 有一次 即是1000有一次 你要找Error出來研究 也蠻頭癢的 而且現在可以run Curlory 其實下了Filter 總之ResourceType是這個 就是Curlory 然後又是SurfaceName 你可以runCurlory 即是這樣去run 即是Kick它 自動run一次 其實現在又不是AutoConfiguration 應該又不是 即是你開了Stream Locking 就不斷研究 現在你按照數 很多 你看不到Error 通常有很多垃圾 200這些垃圾 你可能就在上面 Kick它 就遮蓋了Made Entry 總之是200我不看 你看到上面有何差 就減就減就負了 200我不看 還有些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些是RandomError Call 就爆出了 即是沒有200那些就Fail出來 但其實現在呢 我剛才提到的Service 就可能不太方便 不太對 因為其實我提到的Level 就不太對 應該提到的 是真的Web Request有關 Curl Curl1 Revision HelloCurl Apply 嗯 嘗試一下改出來 因為這邊呢 其實我想看些Web Request 但是這些很明顯 就不是Web Request 不要玩Service 只甘愴 zien 這個符號都會在 不過呢 就不是Service 就用 室字 嘗試用ConfigurationName 看看會怎樣 也是這樣 其實它也不斷感覺出來,也不可以出到剩下的 因為我想用消除法的方式去看ERROR 我把200都弄走,然後呢 噢,它還有一個感覺叫做Cebrality 我們再玩一玩,這裡還可以這樣 現在這裡呢,就... 就篩走了 我先溫一下QRuby 接著這裡是Cebrality,即是那個緊要程度,那你把ERROR 那它又再卡下去,卡下去就找到ERRORMESSAGE OK,這裡呢,你爆開它就是那個500那個 那我再溫一次都可以的,可能不止一顆了,還是一顆而已,炸了那麼久 炸了那麼久都是死了一次 那這裡就是剛才那個,你再Explend All Explend All,你應該會看到ERRORMESSAGE 就說什麼Untified的會看到,ERRORMESSAGE 跟著那個INSTART是哪個啦 那沒有個MESSAGE,但是就有個REQUEST 好啦,其實這裡也會幫你FILTER到一些東西的 因為其實講得正經一點,就找500,即是找個Code兩次 其實就找500個Code就正常一點 對啦 那玩完呢,我就Keya了Cebrality 對啦 那又弄了很多東西出來 那這次其實這個Case是想找一下一個叫做 LockFill 因為其實我們都Fill Standard Error 因為其實有ERROR,你是Linux的東西 即是Stand I,Stand Output 就是Stand Error 那如果你看Stand Error,就所有ERROR都會在這個SRIM 那這個SRIM的BOMM出來,你就會看到更多些細節 例如,有些什麼Code不到,Linux13 你看到這裡,就是全部都是ERROR 那其實剛才就是這個 這個NOT,這個功能 DOS NOT EXIST這個功能 一Code 那你其實LockFill Kick了它,就把ERROR都描述出來 然後就想說 Kick the Killer Builder NOT LAM And then Request 然後再看看 看看吧 嗯 那現在看到Stand Error 接著就說 那你應該有500的Status Kick the Killer Builder 其實這個Status是200 減200就是這樣 但其實你只是500也OK Sedit LockLam Request And... Apply 1 Query 看看 看看 那現在我Fill了這裡 這裡Stand Error OK Stand Error 看到Stand Error 然後這裡呢 Lock Fill了Stand Error 接著就Run Request 可以嗎 兩個 Stand Error Kick去 那麼 嗯... LockName Request 選擇 選擇 NockName Request 好吧 試一下Py這裡 因為都是那樣 那它 當你搞了這兩個NockName 其實 那就可以看到Error 爆發了 有Stack 剛剛說的 可能你需要12分鐘 才會有Error 其實這個Raisal太低 這個 1000的東西 真的太低 但你會看到 你這樣 一餓了它 這兩個NockName 就是兩個NockStream 那就是Error 和 Request 那邊 你可以再看 Stack 這個NockName 可以看到 這個NockName 可以看到 這個NockName 我就做 第三個Tasks 第三個Tasks 就會做 一個 LockBase Matrix Metrics 其實 其實 你看這裡 我們的Source Code 有一個 score的分數 就是看分數 看分數 其實這些Metrics 是任你玩的 其實不一定是文字 可能你可以在這裡 算分數 把這些分數寫了 一個格式 就是寫在Lock 這個就是Response 在Web 但是在Lock 會沒有什麼 可以給它一些資料 例如 Random計算分 或者這裡有些指數 我就想抽這個Number 出來計算 這些很常用 在文字裡面 看到特定格式 抽出來計算數 例如數 有多少404 數有多少500 都可以 但是這些是我們特別 Customize 這樣做 那我們今次玩吧 不要再炸它了 那就去Counce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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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留意一下 要加 HTPS 可不可以 這些都可以 因為這個 是轉行 Linux command 你本來一句過 但是打字 你一句過 一字 一條狼 就寫過 就弄了斜坨 你記得後面沒有東西 沒有空間 就過不了 那就可以吸收 然後再改另一個路徑 拿這個score 好可愛 Random給你分數 有多開心 然後再看Lock Explorer 又回到 又回到 Lock Explorer 接著又是C1 FP Locking Locks 先Clear了它 其實這裡有些在 其實有些要 有些不要 其實你想快的 其實你想快的 你上面踩 可能更快 可以嗎 可以嗎 你上面踩 然後是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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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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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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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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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light了, 斬到NOW, 不停, 打到Entry 如果Stream, 就狂風, 經常和這裡一樣, 對稱 不要點Delay, 很快 我們想Standard Out, Highlight 我只要Standard Output Standard Output, 就見不到Web Request 因為剛才你不Hilalt, Standard Out Web Request 都出來了 我不要Web Request, 是想要Lock Standard Output 就是想要Standard Output 接著你可以說, 先不要炸下去, 太多了 Ctrl C Ctrl V Ctrl C 停下光炸機 接著我們想改一些Lock 去回Index.js Score, 我們想改一些東西 就 這個功能要改了 然後, 蓋住它 它只有一個功能 就是這個功能 就是這個Score 你貼上去, 改了它 Ctrl S 其實這次就比較帥 我們整個 因為剛才你問一下就知道 這裡有Data文字 文字很難拆的 我給它一個Json 但是我把Json一個格式 有一個Field 我待會就可以拆Field 我把分數變成一個Json 寫在Lock上 這樣就容易拆很多 可以嗎 容易拆很多 邏輯其實沒有改變 不過格式就變了 然後呢 我們要先測試一下 因為這個Ctrl Cs 我們可以試一下 我們先試一下Logic 看看Logo 先安裝一下Package 然後再打開它 然後呢 我們就看看那個 Listens to 80 可不可以 看沒有Error 因為你改的東西 要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Error 不過應該不會爆 因為你看到這裡 沒有錯 其實很簡單的Java Scream 這叫做Node.js 即是伺服的Java Scream 然後應該就正常起得到 沒有Error Listens to 80 這就是Ctrl Cs Ctrl Cs 這些也不足為 因為這些 就上了Docker 才有這個Feel 沒有定義的Feel 所以它全部拆掉了 因為它們的環境變數 我們應該沒有弄 如果我們搜尋一下 應該是講了App 就有些Enve的東西 那這些Enve的東西 應該是某些地方 像Project 對 不是 它不在 總之它找不到Project ID 找不到Project ID的頂 應該都沒有所謂 先走到 先走到 先走到C 然後再Rebuild Docker Rebuild Docker 再Push上Card 1 然後再測試分數 這次的Open 就變成Json 這個應該是 都要點時間 因為它不懂Cash 如果在Logo 玩Docker 就想清楚 Logo Docker 它會有Cash Layer 其實應該會比較快 但它也會用Card Build 因為你不使用 人家就用Card Build 它沒有Cash 所以 它沒有Cash 所以相對上 可以用一點 對 因為它都要安裝了 但應該都 半分鐘 可以用Cash Layer 也不是很久 因為Card 1 對於它來說是更新 所以它會很快 我們看看Route L 應該都沒有看過 就是 HIGHL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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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行了 接著要重複再炸多次 Log 記住是Score 那這裡我們先給它 先炸 炸 又炸 又炸 是嗎 沒變的 因為Log 其實是Log 這次我們出出了Json 現在我們去Log Explorer 其實你應該沒什麼 可以做的 這裏應該可以玩 因為它跟OutputStream一樣 不過你現在可以看到 Payload 看不清楚了嗎 很小 放大一點看 其實就是整個Json Payload 剛才舊的Log 真的是一個Stream 但現在你炸它 它就變成一個Json 其實Json 後面想做一些邏輯 就會玩很多 因為Json容易拆很多 現在我們又拆Json 然後做了 我們想製造一個 Metrics 做一些指標 可以嗎 我們在這裏 看看看看 Re-A-Man-Trip Falling Field Distribution F-Score F-Score 看有界面怎樣用 那F-Score 這個位置可以嗎 不是喔 它不是這樣玩的 其實我們想拆這個F-Score 欸欸欸欸 K-K-得很辛苦 K-到一個Score 可以嗎 K-下去吧 Copyware F-Score F-Score 不太敢減 應該就 CREATE MATR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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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先看 其實簡單清晰一點 就是想把這個Score 畫一條線 可以嗎 可以畫一條線 那我們就需要 做一個 Metrics 即是用它來做 CREATE LOCK BASE MATRIX 名字變了 CREATE MATRIX 其實我們是CREATE LOCK BASE MATRIX 其實我們是CREATE LOCK BASE MATRIX 因為這個名字 這裡 你按一下 按一下 按完 CREATE CREATE 看來的步驟 你會看到 沒有叫你按一下 你真的要猜 這個 這個DISTRIBUTION 不是數下數 這個DISTRIBUTION 然後 就 給它名字 Score 平均分數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UNIT 是一個 一粒一粒 可以看的 你可以畫的 下數 可以看的 下數 因為你定義 它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可以嗎 它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任你定 而最重點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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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JASON Payload Score 剛剛你記得是JASON FILTER FILTER JASON FILTER JASON Payload JASON Payload Score 標過 FILTER 嗯 嗯 嘩 嘩 嘩 有些有趣 因為這裡我不是很清楚 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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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TER 我向F1 拉回 那邊 看 那 看 下面可能會有這些步驟 有些古怪怪的 你應該要在那個位置 製造一個 metric 就有個Stream 有個Stream 其實就是Pi 因為這裡應該有一個 Data的格式 也有了數 不過你這樣按 就好像按不到 那些metric 可能我要回頭 去幫我鎖Explorer 先按 那現在全部都可以移出來 哎呀 剛才沒有Save 那 So cute 那 Sorry 要按多一次 不是 CALVILT 不是 CALVILT 我要 Lock Explorer 因為剛才那裡應該有個 Shortcut 可以這樣CREATE 所以我要先FILData 先 Revision 哎呀 怎麼了 因為不讓兩個在一起 因為它在一起 因為它在一起 先找找找 不是 重新做一下 接著就 Standard 的 我忘記了 輪盡 Lock Explorer Standard Output 對啦 Standard Output OK 接著就 不要找特別的 我先選擇 這裏 但是要找回 按鈕 其實這裡可以CREATE 它 那我弄了一輪 其實我還未肯定 因為它沒有說怎麼做 你看看 它沒有說怎麼做 但其實這裏 應該在這裏 按一下 就是一個 Add View Summary Line Add View to Panel 我先按一下 Av View to Panel 這裏很有趣 真的有一個Payload Score 看到嗎 那這裏呢 看到Number 看到它都泵出來了 然後呢 這個Field 其實我就是想做些事情 在這個Field 其實想把這個Field 變成Metric 要怎樣做 再看看 因為它講得不太仔細 好啊 又是眼大啟過龍 CREATE METRIC 真的不是旁邊 在這裏 在這裏有個CREATE Alarm 然後這裏有CREATE METRIC 按一下CREATE METRIC 這樣就把 現在這裏 CREATE METRIC 現在這裏 CREATE METRIC 拿來做 那就是了 就是想要這個 剛才就是不見了這個 因為你想想知道 你要做這個Field 一定要有 Output 有些東西才行 那你這個 其實應該會卡到 JASON 心想要卡到 因為這裏有一個 Object JASON Path 就卡到 那你就可以玩了 那 那 那些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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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CREATE METRIC DISTRIBUTION 給它一個名字 那就是這裏 DISTRIBUTION 沒有東西 那這個 不是CANTA 就是DISTRIBUTION 然後UNIT 就是一粒粒 來看 一個個案 沒有什麼Bi 不Bi 你打個1 就是一個Digit 就是你定義的單位 因為你計算 可能有這些單位 那接著就有Field 名字 就真的要抽 因為其實是JASON Payload 加Score 即是JASON Path 就是你剛才的照老經 就是這樣 那接著呢 你可以按一下Dubute Log 這樣就砰給你看 你剛才就砰給你看 其實我們是想把這些JASON抽出來 這樣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 就再按Advances 想做一個LINEAR的VALUE 即是LINEAR的VALUE 即是LINEAR的VALUE 開始是0 做一個HISTORGRAM 即是做一個BUCKET 即是你想它有範圍 就有20支BAR 這樣叫 多少是BUCKET 其實它可能很長很遠 但是它是鞭力 一格格的BAR 因為這樣就有很多 你不能算數一下範圍 現在就有20支BAR 那你現在要看 偶佩日子 每一支BAR 就5分 範圍就5分 即是2乘50 即是最多1BAR 這樣就算一下 算一下 算一下 會怎樣 好 那製作一個MATRIC 好 那製作完之後呢 就 去回到這裡的 Monitor 來的Deskboard 現在有一個MATRIC 我們可以用 Monitor 看 看 這裡 Deskboard CREATE 一個Deskboard 那就是Line chart 來的 Line chart 接著呢 就要 OK 那這個名字叫Score分 這個就是用來提分數的 就是有多開心的指數 所以弄這些東西 不一定關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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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這個是TRACT TITLE Advanced TRACT TITLE 就是分數情況 分數情況 可以玩心跳 可以玩耍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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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回到這個MATRIC 這裏是Resort的MATRIC 高階版一樣 比較特別的東西 可以玩耍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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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起來了,Lock Expo String 也不在這裡,不太行,那找回合打字 就是找這個,太多了 看看感覺到嗎?啊,感覺到 然後就...沒有東西的 那我可能要等一等,一遇到這些情況 你也知道你在這裡看到啦,那你就剛剛決定了Metrant 你按回Lock Base Metric 就可以看到 對,你只能看到它 那你停下它,應該是太多了 Hello View Metric Detail 這裡是Filter而已,沒有Pot造線 但是這裡有啦,但這裡明顯就沒看到啦 那你通常這些情況,你就要Refense 了 那好吧,再按一個 對,確定你踢到它,你踢到它就有Edit它了 再找個 嗯... 原來還沒看到它 Refense 嗯... 鬆掉了全部 不知道什麼事,哎呀,先停一停炒炒 喔,哎呀,看漏眼 哎呀,第一個浸Level是Car 1 等一等先爆開它 總之什麼都騙得到啦 啊,第一浸Level是Car 1 然後再按進去,啊,因為它在Car 1,它不是就是Lock Base Metric 它在UnderCar 1裡面是Lock Base Metric 然後這裡呢 就會看到 Locking Score Average 的Name Space 這樣,Apply 哎呀 那麼這個開心指數呢,就在這裡浮出來 然後呢,你就下一點點,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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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只有Median 即是中位數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先Apply做它 其實已經Apply做了 因為這樣已經Save了 那開心指數就騙了出來 沒什麼特別的 這樣做完 卡了Apply 它也沒有說什麼 它自動Save了 這是開心指數 如果再炸它 這條線怎麼會動 或者你按一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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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Refresh 開開心指數在這裡 但大家知道它是Mean 因為你每分鐘有範圍 這條線有範圍 那個範圍是Mean 我雖然說錯了Median 因為你用這個就是Median 一宗為數 好了 我們再弄吧 其實在UiTown 很小 然後呢 我想將一些東西出壁 Qui WOW 我們不開了 接著回到Login 也是在Login Login Explorer 又是Resource Card 1 HaloLogin Delete Any Query Solver Query 有東西就要Delete 沒有東西就沒事 Delete Any Query Existent Query 沒有啦 我應該沒有Filter 接著想 Delete Any Existent Query Secure the Fielder 再收拾一下 Cloud Fund Repetition 接著就 HaloLogin HaloLogin 也是選擇這個 Expand an Entry Or To Verify that Related to Random Error 嗯 嗯 其實要 Jane Random Error 我跳了Stack 因為我整停 要Jane Random Error 還未Jane Random Error 想拾Boom Random Error 我們先拾Boom Random Error 先拾Boom Ctrl C 停止之後 我們這次又炸Random Error 先炸一下 你炸完之後 你就應該會看到Random Error Request 也是 Lanka 兩天 最新一定是Random Error 直接拿Random Error viewedRandom Error 就是more action create string 就是把它倒出來 create string set string to break query data set 現在我們把Bitcurry做分析 把Bitcurry做分析 先看明顯 create BigQuery data set 先把星名 可以嗎? 星名 Nexy Destination Bitcurry data set 然後 很多位置都可以放出 你可以放在bucket上 重置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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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可以傳到其他數目 接著就迫著Dataset 那 create new 叫Dataset Dataset名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樣吧 應該是這樣吧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看到location 就不需要選擇 其實不用選擇 都可以預設 那 再次 選擇 選擇 not to include in the string 其實剛才是這個 沒有啦 感覺很淡 就是這個 就是剛剛的Cu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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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倒進去 Bitcurry 那 就是Nexy 接著 就 任何東西要Filtr 就是Extrude 那我做Extrusion 那 就create一個星 那現在你就會 砰一些Lock 到Bitcurry 那你這裡正在炸 不停地砰過 它會用Bitcurry 做分析 好 那現在呢 就轉 回 這裡 就是Bitcurry 那去Bitcurry 這裡 先 那我第一次跟你說 有什麼介紹 嗯 OK 那 就 看看 那現在我過了 那 通常這些時候 就爆開DataSet 看的 就是剛才的HelloLogging 這個 那 就爆來看的 不用想 CatArcad就爆來看的 嗯 看看它是怎樣的 open create table 應該會有個 應該會有個 等一下 等等 等等 我們可以開 看看 當然要爆一下 有機會 等一等 這裏 CREATE table CREATE CREATE Menu Factory 然後 Explore 看的 然後看到HelloLogging 然後應該有一個 Request table 在下面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它還沒幫到 過來 那我等一等 沒有什麼要做的 接著要等 等一等 然後 Refresh 這裏就爆開了 因為其實沒有Data 沒有Data到 它不懂 組織 它自己Auto 組織 你會看到Request 那Request 就登過來 那你會看到Fill 然後 看Preview 那 看Preview 就是把Web Request 炸過來的 這裏就可以寫些CREATE 去分析這些數據 就是 Resource Project 就是 Json 比較Flatan 通常 你會看到 GET Request ERROR 這個 那 有個Preview 當然可以看看Schema 其實它做了Mapping Nexus 也沒問題 CREATE 下位Retical 即是一層層的東西 都沒問題 它看著Json 就幫你 向工程拆開 還有這些Lock 有Standard 所以人們都做到Muture 那Schema 這裏 你最重要是看看 Resources 跟著 你應該會看到 這部 有些 叫做 服務名 Location Request 對 就是一層層 你會看到 GET Medford 然後 我們這次 還有一個Error Table 這個Error 就是Standard Error 即是提Error 然後 可以 先去Preview 有些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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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就會看Test Payload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爆開它 按Test Payload 你要一層層 就看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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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看一個Schema 那 那 那 你可以看一下它一層層 那 其實形狀一樣 其實你 你Error Code 不一樣 那 其實現在我們想做一個 Kurary 即是 我要寫些SQL 那些東西 只要拿個Test Payload 因為其實這樣 很多Data 你不是想看什麼 我想看Test Payload 我想看Reference Error 這個東西 那 Table 就自然是 就是這個 Error Date Date 應該要replace OK 你的Table 不同 那 我按一按Kurary 這個Table Kurary 就是Error 按Ku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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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已經有在這裡 但你先把Kurary 因為你不是整個Work 的 那 這裡的部分要對回來 就是 這個 這個 你就要這樣的 因為Tableman不同 所以上面我對了它 應該過了 那 可以1 那 只找有Error 那些出來 但是有點不幸 這個 因為Reference Error 還未到 就是我 我感覺不到 因為這裡還未到 Reference Error 1000 才有 那 沒有Error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個可行的 但是總之 有個Test在裡面 是這個 這個訊息 它就會來 數Error 第二個就是 數Error 但是 只是數Error 但還是數不到 所以 這裡沒有整個Cup 因為整個Cup 你會死的 我只要拿中間 因為你的Project名字 你的Table名字不同 那 我又是拿出來 然後Count 應該 都是零的 現在應該是 零的 因為 不幸 還沒炸到 炸到才有 如果你炸到 就有玩 或者等多一會 所以等5分鐘10分鐘才有 然後 我又想說 Total Request 和Error 其實 你坐得有幾行 通常我們就會說 Total Request 就是總共有多少Request 不是由頭到尾 我們就會想過 一個邏輯就是 總共有多少Request 就先算出來 然後 就 看看 %是多少 Total Request 再Summary 總共有Request 錯了多少 這裡 這個難級一點 所以我們就決定 先放在這裡 然後 其實 你要這個Table名 OK 你要這個Table名 那 我有Notepad 放 放 換了 其實這裡 這個10sicle 不知道你們見過沒有 這裡一個sicle 變成一個Table 然後 一層層的 變成一個小的Table 再繼續掃 我看到它什麼東西都可以 就是標準的 這個就是% error 再1 但是應該是0 現在我一隻error 沒有 是0 但是也沒有問題 其實我們目標也是想做Halab 真的沒有ERROR到 沒有ERROR到 真的沒有ERROR到 炸這麼久都沒有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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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了 那整個Table 其實現在已經做完了 做完了 就End了 然後Submit 很複雜 真的很難按 我第一次按 很辛苦 現在就Lock Analyst 靠插了它 然後 收工 收工 關掉它 就完了 好 好 完